我之前就是我虽然是学试验设计 但我没有真的做过试验设计 然后我后面其实一直在做是手工 其实我最初跟我那个老师合作的时候 我们当初其实想法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两个人他继续上他的班 我就守着我的手工房 然后觉得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 反正有小朋友来就来呀 殊不知一开始就来的人太多了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 就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你的木头 也都是人家不要那种床板剪过来去做的一些东西 我们其实用所有的废料都没有必要去浪费 那我们自己也一直在找 就是我们最近想玩什么手工了 我们想做什么东西了 那我是刚好有了这个手工法 满足了我这个愿望 就是我可以买很多我想要的体验的东西 然后刚好把这个东西也让别人体验一下 我那时候觉得说是用来启发灵感的 就是你要做一些东西你需要很多的素材 然后很多的信息 你希望你在这里你有非常多的想做手工的冲动跟欲望 那时候是觉得说我们为自己而做的 然后后面是开始面向孩子的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孩子在这里也能得到非常多的快乐跟开心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说 好像是以孩子为主的一个手工房 但是就是要我们四周岁以上的孩子都接纳 没有上线 因为我那种老爷爷来啊 然后他说你看木工我以前经常做的可厉害可厉害的 我们其实这四年多这一来 就是比较安静的在做这件事情 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商业化 因为很多人来谈家盟 会来谈说复制 怎么样叫我去开分店什么的 我们都没有 因为我一直都蛮想坚持做这件事情的 就是说用我们想做的这种方式去做 所以这几年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一直都很遵循自己的意愿 是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是以我喜欢为出发点的 有个绘本叫做能干的小海里 我就觉得小海里好棒 然后我们就这样 那我们就叫小海里好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Kolab Kolab的意思是手工艺 然后Kolab未完成 就是很多事情我可能都没做完 但是我期待很多人很多人 会慢慢地把它延续下去 一直都是一个没有尽头的 Kolab 小海里或Kolab未完成 Kolab未完成 Kolab未完成 感谢观看